男人只是点了一杯卡布奇梦 服务员就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 连一旁的警察见状都准备随时开枪 甚至在店外的坦克 也悄悄将炮口瞄准了男人 眼看周围的气氛不对劲 盖亚立马改口点了一杯热拿铁 听到这话 服务员这才放松警惕 原来 他们身处在一款名为自由城的游戏世界中 所有人都是这里面的NPC 并且都有各自的程序设定 盖亚也不例外 他在咖啡店必须要点一杯热拿铁 否则就会导致程序崩溃 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变得非常糊涂 每天起床先要和鲸鱼打招呼 然后换上一身帅气的西装去上班 途中会遇到黑人同事闲聊紧 等到了银行公司后没多久 就会遭到一口十枪感 而习以为常的他 则熟练地趴在地上和同事聊起了他 原本盖亚会按照设定好的程序 度过人生中的每一天 可直到这天 一个皮裤女人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盖亚的生活轨迹 而身为NPC的他也有了自我意识 盖亚不顾同事的劝劳 私自逃离设定好的路线 只为多看女神一眼 可不幸的是 满血复活的盖亚再次从床上想 但这次的他却不同于以往 当来到银行遭遇抢劫时 本盖在地上趴着的 却突然蹦跆起来 并且还看上了劫匪的墨镜 可当他伸手去摘的时候 就当盖亚被打得鼻青脸肿时 他突然看见了女神的声音 为了不再错过机会 他决定起身发起反抗 每一个不小心却将劫匪击毙 这一幕把周围的同事都看傻了眼 盖亚来不及反应就冲了出去 当戴上墨镜后 竟发现眼前的景象别有洞天 他并不知道这是玩家眼中的世界 就在此时 街边的医疗包引起了盖亚的注意 于是他好奇地伸手摸了摸 在一阵颤抖过后 身上的伤痕竟被完全恢复 就在盖亚惊讶之余 一位玩家突然倒在了他面前 并且掉落数十张百元美钞 而他只是伸手摸了摸 竟发现银行卡里的余额也随之变多 难以置信地他将钱取去 终于买上了那双心爱已久的跑鞋 但他的反常规操作 也很快引起了程序员的注意 以为是黑客入侵了NPC的皮肤所导致 于是便决定以玩家的身份进入游戏 将黑客入侵的盖亚一举拿下 与此同时 盖亚带着墨镜来到了之前女神消失的地方 这次他虽然躲过了火车的撞击 但却怎么也找不着女神的身影 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来到了他的身后 车上下来一位警察和一位兔子装的大佬 面对警察的质问 盖亚则是一脸猛圈 可还不得他 警察就直接开枪射 盖亚被打得狼狈躲闪 他一路跑进一撞烂尾楼里 可即便如此 迎接他的依然是炮弹的狂风滥炸 危急时刻 盖亚发现刚买的鞋竟然带有跳跃功能 于是他想都没想就静止往上跳 仅仅两秒半 他就跳了几十层楼 本以为可以摆脱追捕 可没想到对方却更为变态 一瞬间 无数楼层纷纷搭建在他们脚下 无费吹灰之力就来到了盖亚面前 面对猛烈的子弹射击 盖亚慌不择路地跑塔架跑去 如今的他只能输死一搏 盖亚静止从百米高空坠下 本以为再劫难逃 没想到却无意触发了防护道具 只见四条气囊将他牢牢捕 即便连车都被摔碎 盖亚也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可就在他轻幸之余 一个突如其来的飘移就将他撞飞在地 程序员以为事情就此解决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盖亚并非是被黑客所入侵 而是拥有自我意识的NPC 次日盖亚依旧满血复活 但这一次他决定干点不一样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